元宇宙和虚拟世界到底是不是个忽悠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Mike 从事澳洲证券行业15年 也是墨尔本目前最受欢迎的中文分析师之一 在最近几年呢 我们似乎是经历了一个行业 或者说是科技行业的大爆炸 谈论数字货币到之后的区块链 再到之后的新能源电动车 以及从今年开始又转换话题 变成所谓的元宇宙和虚拟世界 其实大部分人咱们现在感觉 除了自己的工资没有变之外 这个世界变化非常之快 要把我们每个人都要抛弃了 但是它元宇宙到底是个啥玩意儿 为啥现在这么火 这些年多了这么多的新单词 到底是不是欺负我们不懂来忽悠呢 围绕这个说法呢 目前是众说纷纭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呢 目前很多年轻人都认为 现在的世界充满着变化 我们应该伸开双臂来加速自己的奔跑 而且也有很多人已经把全部的身家 都投入到了现在的元宇宙 或者是虚拟世界中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 元宇宙的走红 其实就是一场资本炒作 是企业和资本对于之前已经失去了关注点的互联网行业 所进行的一场挽救 到底什么是元宇宙 它为什么突然火了呢 它离我们还有多远 很遗憾到目前为止 依然没有一个官方或者是统一的说法 对于元宇宙来给出定义 美国著名的脸书 也就是Facebook的创始人 扎克伯格 他所提出的元宇宙是说到 他打算让真人置身于网络 他在演讲中说到 大个阶段的平台和媒体 会让人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你不仅仅将会从旁边观看 而是置身于实体的互联网之中 有人说到互联网是你在现实生活中的第二个人生 也给了目前可能在现实生活以外的人 他第二种生存的选择 他们认为元宇宙就是让真人 能够真实的生活在虚拟世界中 根据今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在近期所公布的2020-2021年 元宇宙发展研究报告中所提到的 在他们认为 元宇宙是整合了多种新技术 而产生的新型虚拟相容的互联网应用和社会形态 它基于扩展现实技术 所提供出沉浸式的体验 数字技术所产生现实世界的印象 也基于了区块链技术能搭建新的经济载体 将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在经济上 在社交系统上 在身份系统上进行密切的融合 并且允许每个用户进行内容的产生和编辑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感官 通过经济等多种融合 让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实现了部分的交集和互换 但是不论那种观点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然而即使这个新概念刚提出不久 已经成为目前几乎世界上所有500强公司都在研究的课题 实际上我问了周围身边 所有70后到00后的人都在讨论这个元宇宙话题 感觉就跟三年前的比特币到1万美元的感觉是一样 或者说更久一点 2015年中国的A股达到5000点的时候 也是这个感觉 可是这所谓的元宇宙到底距离我们现实有多元呢 其实在本质上来看 元宇宙的高度是来自于我们目前掌握科技的高度 说白了 这个所谓的元宇宙目前的主要内容 其实本质上和十年前火爆的网络世界 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在目前的阶段 无非就是把十年前的例如 QQ币或者是QQ币 变成了现在的全世界通用的虚拟货币 把原来看的是电脑屏幕 现在变成戴在脸上的VR眼镜 所以简单来说 就是让你现在的感官体验 比十年前更加丰富 让你的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有了一定的交集 但是这一些焦点 是否就意味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呢 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言并非如此 我以我个人举例 我在三个月之前 买了一款Facebook 也就是脸书旗下 目前元宇宙里面非常火爆的 叫做Oculus 2虚拟眼镜 在最初的一周里 我是非常的激动 那些栩栩如生的恐龙 比如说是过山车 让人产生眩晕 以及非常惊悚的蹦极和飞行服 都让我爱不释手 天天玩 但是新鲜感并没有持续太久 仅仅过了一个月之后 平均是一周玩一次 再过了一个月 到现在我几乎是一周都不会玩一次 为啥呢 就是因为在短暂的悬晕 刺激和心跳之后 我还是要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元宇宙既不能让我感到自我的提高 也不能让我在经济上有所改变 如果仅仅是一个3D的游戏体验 那这个元宇宙的概念 那就是一个巨大的忽悠了 而最近财经新闻里又不断爆出 有关在元宇宙买房炒房 几个月就翻了几倍 这样类似的新闻 也使得整个资本市场为之而疯狂 实际上在过去100年 人类的历史上 世界首富 它所积累财富所需要的时间 现在是越来越短 从最早20世纪初 像美国的钢铁和石油家族洛克菲勒 需要接近于一个世纪来积累财富 到后来巴菲特时代 用了50年成为世界首富 再到后来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 用了30年时间 到了2000年之后 现在如今的特斯拉CEO马斯克 用了不到15年时间 把特斯拉做成了世界上 价值最高的汽车企业 也使得自己的身价成为了世界首富 而最近上网络上所流行的新华人首富 从创业到变成首富的时间 更是惊人的只有短短7年 所以说世界的改变非常快 而这些改变到底是真实的 还只是昙花一现 有的人觉得目前的元宇宙 炒房只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 不过是包装了以后的一种骗局 也有人认为这是未来生活 未来世界的一种方式 只要有流量 有价值 那就可以投资 所以那元宇宙 它到底是一个割韭菜的 还是下一个世界的新风口 最后我来谈谈我个人的观点 如果你觉得有些冒犯 欢迎在留言区进行反击 第一点 我认为目前的元宇宙 依然是画在纸上的大饼 连做饼的原料都没有备齐 根本就没有可能变成真实的饼 目前任何打着元宇宙 来炒作的概念并和炒房 都是骗人的东西 如果各位愿意去搏一把 那我无话可说 但是它们并不是元宇宙 第二点 大部分人如果目前在现实生活中过得不如意 那么你有很大几率 在虚拟的世界中也不会过得太好 因为你目前的处境 不论是由于你家庭原因 财富原因 还是你的个人性格原因 都会同样体现在 你虚拟世界中的那个人物身上 这就和十年前那些网络游戏中最受欢迎的人 永远是人民币玩家 一模一样 普通人只能靠牺牲自己的时间来打怪升级 最后卖掉账号 卖掉装备来赚一点新股钱 这个情况没有改变 第三 目前的科技根本就不是元宇宙 如果说在虚拟世界中买个房 或者打个僵尸打个怪 那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实现 元宇宙的核心技术 注意我说的是核心技术 其实是让人体能够全方面的有体感模拟 以及你大脑中的意识 可以直接传到虚拟世界中 前者可以给你带来真实的痛觉 痒或者是皮肤的接触感 而后者则可以脱离鼠标和键盘 让你大脑可以直接命令虚拟世界中的人物 在这两个技术得到突破之前 目前的元宇宙应该说太浮情了 第四点 元宇宙的发展方向其实并没有错 只是目前资本和媒体集中长期力度和热度 在某个层面上也加速了更多的社会资源 能够倾斜到虚拟技术的开发中 这一点无疑会帮助我们人类技术的进步 但是如果为了聚集资源 而从中衍生出来的 比如说虚拟的画 虚拟的宠物 虚拟的地产 这些在我看来 那就是泡沫中的战斗机 这些丝毫没有任何的门槛 任何一个技术员都可以重新创作一个新的产品 在我看来你还不如去买一块肥皂 来挤挤泡沫 更有意义 所以总结来说 对于我们散户而言 能不能有一些节制的 控制风险的 又能够参与到元宇宙和虚拟世界中 当然可以 虽然虚拟的房子太假 但是帮助创建虚拟房子的上市公司 图形的软件公司 电脑的显卡公司 以及呢 现在元宇宙里面的扛把子 脸书 这些或许就是我们散户可以看得见 摸得着的东西 如果让他们在前面吃肉 我们跟在后面喝汤 未尝不渴 但是如果你也想吃肉 你就得准备好冲在前面 可能会被其他狼吃得连渣子都不舍 聪明的你会选择哪种方式来参与呢 好了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视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在下面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